其實事有湊巧 我看回一些網上的資料 邱騰華就是我們現在的經濟和商務的市長 然後唐堂之前都說過 有一些商家似乎都好像在發工支持他 我明顯看到兩個不同的派系或者勢力 張建宗本身都是官 林鄭也是一路一路升上來 似乎是否發覺有些東西是不行 都是要透過一些商人的力量 然後去代替或者幫助我們這個香港政府 幫不幫到我不知道 因為香港1997年7月1日有自己個人的命運 如果香港八社沒有運行的話 你派誰上場其實都幫不了些什麼 不過2021年香港相對上比較平穩的 有福氣的人去助陣可能會好些 上兩集就講到唐堂 唐堂的八字裡面 第一唐堂年紀都大了 就算他真的有機會代任特首也好 都是做兩年的 相信 2022年都會另選人手 到時候再跟大家 節目的時候再跟大家分析 到這裡 張建宗這一部分 也有朋友問 會不會有機會是梁振英翻炒呢 看到梁振英最近很多動作 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首先第一梁振英 就不是喉鼠龍這三個生肖 機會低一級 第二方面來說 就要跟大家詳細地拆解一下 梁振英先生的八字 看看他明年有沒有運行 好嗎 好 我們下集就跟大家說 我們多謝李應聰師傅